好 网络书店的出现呢 打得传统书店呢 逐渐是为 那么现在新的这个实体店面呢 要能够活下来都要结合餐厅啊 或者主题性的经营 才能够留住顾客的心 也有些小书店走的是个性风 他们所贩卖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有缓的法式音乐在耳边响起 配上淡淡的咖啡香调和味蕾 这间咖啡书店开在台北市公馆商圈 是连锁书店业者30年前开的第一间店 结合了少见的法国文化 而为了对抗网络购物 实体店面还放置数位订购平台 现场没有的书 主打三小时就能到手 更因地质疑 像荣康商圈分店开在街口 看准多路客和日客 吃饱散步能占观光材 而东旭分店店店面只有35平 但是是周边唯一一家 主打文具用品 精品类买办公 大楼 上班族 新型玩意儿 同去物品 卖小孩 传统书店可能大部分就是卖书嘛 或者同书 那它这边是专门的文具商品 对啊 就会比较focus 同样以内部分为座区隔的 还有这一间13平的小店是全球20大的特色书店 隐身零印象弄 花艺 然后阳光 家具 然后整个气氛 舒适的气氛 然后像本市有coffee shop 都是为了营造比较lifestyle的感觉 小书店专卖大书店没有的外文限量书籍 通通是自己带回来的 不同于光口 卖书赚钱的策略 复合式经营 哪一本书在某个角落 让你歇息思考 每时抓住你的位书香 左右你的生活态度 终点新闻 陈家明星 杨阳 台北采访报道